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來 柳愛 你開麥 柳愛 柳愛 嘿 柳愛 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安安 29歲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妹子 馬來西亞妹 你好啊 妹妹 就是我剛剛跟我真正的哥哥講了電話 真正的哥哥 我是假的哥哥 我們之間差半 不是 差三分之二天的時差 他是入籍美國 我問了一下他關於這個局勢的看法 他幫我講一大篇俄羅斯民族的特質什麼的 他講說這個民族很會 就是對外去挑釁去解決內部問題 是一個很愛擴張的民族 俄羅斯 然後就講對 就講說他2014年沒有 就是普京沒有抓住那個機會 去做他現在要做的事情 因為當時的Ukraine是更加的空虛的 尤其是後來2016年的Trump上台之後 美國和俄國的關係是很好的 他們是想要聯手去對付中國的 但是這個機會也被普京不知道怎麼就錯過了 所以他就覺得他講了一篇這些事情 然後我不懂的時候 他就讓我讀一本書叫什麼 Gang German Steel 這是什麼槍炮病菌與鋼鐵 不懂的是什麼 那以上是他的觀點 那我就反問他說 你講了這麼多 那你們美國是什麼特質 他講了個半天 就只有講自身利益罷了 後來我就覺得說你好 好像不該在應該講利益的時候 談感情吧 講利益不講利益 你又講價值 就好像讓我覺得有一點 其實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懂 但我的觀念就是 你跟你哥哥有代溝咧 怎麼辦 是他比我大10歲 哦 嗯 嗯 所以我看來烏克蘭這個國家 他 他有資源有國土 嗯 相對於 譬如說相對於新加坡 嗯 他真的不能算是小國來的 是啊 他曾經的那個基礎也蠻厲害的 對 可是他捲入大國博弈的時候 還是搞到雞毛鴨穴 對 就是他還是一片就是他無法應付的場面 嗯 那小國如果他有一定的優勢呢 比如說你有什麼特殊的資源 嗯 你有市場甚至你所在的位置 看到你有這個優勢的時候 大國就會來就盯住你 嗯 就是有句古話叫什麼懷必其罪 對嗎 皮膚無罪懷必其罪 是是是 嗯 就比如說 呃 National Museum他有一個展覽 嗯 就是講這個的 那日本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盯上南洋 就 就是因為南洋的那個 那個 西礦 石油和那個 Rubber就是橡膠 橡膠 嗯 對 所以他就是 呃 就是你有這個優勢之後 你就會容易被大國盯上的 嗯 嗯 這是小國的難處 嗯 那所以你 你越要強調你在什麼地方有優勢 尤其是你要很小心強調 你在什麼Industry 你有什麼所謂不可汰換的優勢啦 嗯 什麼人家很reli on you啦 是很危險的 這是非常危險的 不是什麼姓氏來的 就like TVB的那些公鬥劇嘛 嗯 我也有看過的 嗯 就有一個妃子很凶的 打另外一個妃子講 我打就打你 我還要選日子嘛 就是大國要打小國還要選日子嘛 對啊 對 所以是蠻危險 那你要維護自身安全 是你發展的前提嘛 嗯 那小國呢 是要存 就是低調存在 還是要主動去找依靠呢 你要是找依靠的話 有點靠不住對不對 那烏克蘭去找找EU做 而不是找那個NATO做依靠 然後找美國 對嗎 嗯 可是這些國家下巴輕輕答應他的事情 一條都沒有兌現 對 在那講什麼 我們為你祈禱 可是你 你好像你信新教的吧 人家信天主教的吧 嗯 你how to去為他祈禱 我也是 也不懂 對啊 那如果你要是想低調呢 其實那你可能在 你發展上面 不被人關注 嗯 其實也是一個策略 就像 我念書的時候 我有泰國的同學 都講我們是小國 沒有錯 我們是小國 可是我講 我們是小國 我們也沒有什麼Navy Base 就是日本那個什麼Yokoshika 那個基地 也沒有外軍駐軍啊 我們是小國 沒有錯 嗯 那大國不在我們身上做博弈 是我們的幸運 對 沒錯 那經常又有人講 我只要追求一十五有安穩的生活 嗯 這有什麼錯 為什麼我要生在 被出生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地緣環境裡面 對 我要背負什麼的責任 對 可是我想講任何的地方 沒有一代人他的他的奮鬥 他的青春是很輕鬆過去的 他都是要有自己發展壓力 只是你看到你自己 嗯 別人之事可能別人不同你講 你可能不清楚吧 嗯 那所以呢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 你只看到人家好的 沒看到人家壞的 是 是 所以這剩一種對於小的國家來說 是要進行智慧平衡 對於當局來說 你要對局勢判斷要非常的準確 是 那可能這就是民粹的一時興起 或者是 什麼一些政客的意念之間的渲染 嗯 可是這是關乎於國民的命運 對 那是一個一個個體家庭的命運的 對 所以我本人我是很認可 李光耀他是合格的政治家 嗯 我很崇拜他 是 對 對 我也是 嗯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和我哥哥講完之後 我的想法了 其他我也不懂 那大概也不夠你剪出一集的有質感的 一條片吧 不會啊 我剪啊 你兩分鐘我也剪啊 你五分鐘我也剪啊 我一定剪啊 你放心啊 沒有關係 你剪也沒有關係 沒有 這是我 我要跟你講就是 你剛剛講的話讓 讓我想到就是說 這一次這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個事件啊 其實也幫台灣凝聚了一些共識啊 你知道就是 全 我相信我們全台灣人現在都有共識 就是如果 哪一天 解放軍真的 入侵台灣 在台灣來講 解放軍真的進攻台灣啦 那 美國 一定會幫台灣祈禱的 這是台灣的共識 這已經形成了 至少 然後以後在台灣內部 大家就可以基於 這個共識 來談事情 到底是不是要恢復全民徵兵制啊 或者是 是不是 到時候是不是他街上要發槍啊 對不對 就不要就是抗中保台 就是光靠嘴巴說 也不要假設 美國一定會來救 就是 We are on our own 這樣 大概這樣 應該是吧 兩岸的事情我不懂 沒有了 我 最後就是提醒你注意身體吧 其他我也沒有要補充的 注意身體是不是 好 我知道我會注意的 謝謝你喔 我會多喝熱水的 妹妹 好的好的 晚安 好好好 謝謝謝謝 好晚安 拜拜 拜拜 好 來 我來謝謝這個 YT的donate 謝謝J1 捷克 跟你哥哥有代勾了 壞笑 妹子是啊是啊 比我打十歲 內心 我不只大十歲 哭哭 你幹嘛那麼懂我 J1 你幹嘛 你讀心術嗎 你幹嘛J1 你讀心術 好 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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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